关注您好,欢迎收看《自在不红尘》节目 由于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变 从悠闲的农业社会步入繁忙的工商业社会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转变之中 现代人的心事之一 如何拥有美满幸福的婚姻 比起过去古时候是更加复杂而且难度高多了 所以今天这段生活小故事看的正是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再请老和尚为大家开始 自从上礼拜的公司同仁聚会以后 张先生就开始嫌弃在家里面料理家务的张妈妈 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黄脸婆 经常地给她脸色看 爸,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干嘛问东问西的 也不过就是陪老朋友去聊聊天嘛 老爸,那你怎么不带妈妈一起去啊 我还敢陪你妈一起去啊 上一回我们公司同仁啊 到高级七三天去聚餐 你妈,妆也不化 穿得拉拉踏踏地就去了 简直就是个黄脸婆嘛 哦,你现在会嫌我 以前你怎么不做 哎呀,拜托了 人家的老婆啊 都是看着得体 只有你啊 专门给我丢人献语 没见识 张妈妈受够了新生的冷言冷语 一气之下决定回娘家 张先生从来不把做家事 当作一件困难的事 于是卷起袖子 有模有样的腹肩抹直 他要让女儿觉得 即使妈妈不在家 日子依然好过得很 然而光是三餐 他就搞不定了 老爸,到底好了没啊 快饿死了 好了,好喽 马上就来了啊 来喽,来喽 走,尝尝喇叭的手艺 老爸,我看了,我还去外面吃好了 哎呀,不行,不行 这孩子,早餐一定要吃 哎呀,我来不及了,老爸 哎呀,对对对 我房间还有一堆衣服 麻烦你帮我洗下 我来不及,我走了 哎呀,这个孩子 由于女儿平日养尊处优 自然而然的家事全落在张爸爸的手上 张爸爸万万没想到 一天下来竟然有做不完的家事 让他大不吃不消 老师啊,开饭了啊 啊,还是买不买的比较快 今天啊,爸爸做的是最拿手的好菜 啊,你尝尝 啊,对了,老爸 你有没有看到我房间书桌上的资料 那不像垃圾嘛,是资料啊 哎呦,我丢掉了 什么啊,那是我的作业 你怎么可以乱给我东西啊 哎呦,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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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老爸 啊,老爸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又是怎么了 又是怎么了 你看,我白色的衣服被洗成这样子 还有这一切破掉了 新的耶 我怎么会知道呢 写着写着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不是说做家事很简单的吗 我妈以前明天啊,就是做这么多家事 你要一直嫌塌 结果现在呢 你不在的这几天啊 我才知道,有你在的日子真好啊 嗯,爸,你现在才知道,妈很辛苦的 可是也不能说,谁家事做的比较多 谁就比较辛苦嘛 你 嗯 当然了 也不是说谁赚钱多 谁的贡献就比较大 我们两个夫妻啊 应该互相地分工合作才对 你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 老婆啊 就算我是一时糊涂 人在福中不知福 你就原谅我吧 啊 原谅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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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哎呦,太太啊 这是我特别为你挑选的礼物 你看看啊 无论是款式 花色 都是你最喜欢的 你看 你看看嘛 那你是不是 原谅我啦 啊 我还得考虑 老爸 你是不是帮我说一句话 哦 太太万岁 太太万岁 万万岁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代社会的复杂与多变 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过去的诚挚 去向比较现实 讲求利益 事业忙碌加上 生活步调的紧张呢 使现代人家庭生活 也无法用心去建立 真正所谓的相知相弃 今天特地请老和尚 为现代人的家庭跟婚姻开示 如何做一个最好的 分工合作的建言 老和尚请 成年到一个家庭 总是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 这就是一种共识 所以第一个共识 夫妻怎么样能够幸福 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 家庭有家庭的事业 怎么样把家庭的事业能够成就 第三个 夫妻做人做事 就有一个方向 用了这个共识 才能够建立彼此之间的信心 所以信心是很重要 要互相信任 在我们父法里面 也是讲信 所谓信为道远功德目 照样一切诸善根 其他的宗教呢 那耶稣教他也是讲信 信过这得救 这事件上啊 儒家说说 名无信不利 一个人呢 不能互相信任呢 那就会分手 尤其是夫妻之间呢 从早上到晚上 从生到世 家世缺乏了这一种是共信呢 什么事情呢 对一种怀疑 对一种猜忌 所以信是很重要 刚才说说的啊 大家都是在为这个家庭在努力 第一个家庭的事业努力 第二个夫妻的幸福努力 第三个子女的教育在努力 大家从这个方面去努力啊 这种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信心上面 所以用了这种信心呢 彼此之间就一定能发生了 付诸合作这一种精神 再进一步就是要亮剑 这互相亮剑 为什么要亮剑啊 大家都是很忙 大家都是很辛苦 大家都是为这个家庭 为自己的教育 为家庭的事业 为夫妻的幸福 在努力 机会在有了一点差错 彼此之间都能忍耐 都能原谅 一般人呢 也知道嘛 说男诸外啊 是女诸内 如果把这个离场弄清楚了啊 自然而然 大家就获得一种共识 在外面上班的是很辛苦 在家庭里面呢 真的家庭也是很辛苦 家庭里面要清洁正切 还要照顾子女 所以啊 还要互相之间的 邻居要保持联系 这些都是要靠我妻子 这个就是一个分工 遇到这种分工 每个人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彼此之间 我们每个人啊 都发挥了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心力 自己的精神 为夫妻的未来 为家庭的事业 为子女的成长再努力 所以说是啊 对家庭 对彼此啊 独有恩 在我们中国啊 又一句啊 是名言呢 所谓同床过渡 都是卑士修 夫妻是一个缘 所以彼此之间啊 要互相尊重 这是一个福的因缘 互相在这里关照 互相在这里关怀 从生世是如此 到世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想这种福报啊 这种善缘是不容易的 如果每个人啊 夫妻之间能够了解这些道理 一定是知恩 一定是感恩 彼此之间互相感激啊 这样子相处啊 一定是很合合 在我们福建里面啊 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一个大福相啊 和这个大亲子啊 在这个地方啊 产生了一些啊 酒果 通福相啊 在大殿当中非常庄俭 而且是 每个人呢 一看了这个福相啊 香花水果啊 百般的供养 来自于礼拜 那我们出家中啊 做一个法费啊 带动大家来礼拜 来唱诵 不但是如此啊 而且是唱饭被敲清支 把这个大亲呢 敲得非常香亮 等到法费一过了以后 大殿里面呢 就感觉到非常沉默了 这个时候啊 这个亲子啊 感觉到呀 是非常之厌烦 非常之不平 说啊 福相也是同桌的 我这个亲子也是同桌的 为什么这个待遇相差怎么圆呢 这福相走到这里啊 有人礼拜 有人供养 有人赞叹 那我这个亲子 不但没有人礼拜 没有人供养 没有人赞叹 你如来福啊 有大慈悲 大慈悲 请你开示开示 这是什么道理 这福就这样啊 他说虚然是 福也是同桌的 亲子也是同桌的 所以你要知道 做福相的时候啊 这个福相啊 是经过千垂百裂的 不知道受了好多的痛苦 他能够忍耐 所以啊 今天呢 坐在大殿当中 很庄严 人家他会来 礼拜回来供养啊 亲子啊 你学院是同桌的 你没有经过 在千垂百裂 如果是没有你这个大慈的声音 那赞叹如来 显不出如来的功德的伟大 所以这些福报啊 这些福报啊 这还是你大慈的福报啊 所以福经里讲 一切读法 一切读法皆是藏英椀圆 福相依成 这样子活活啊 才能够成就一切新的契机 中国啊 中国也有一句名言 孤阴则不生 独阳则不脏 在我们福经里面呢 有一句诗 又阴又远 诗一尘 又阴无缘 是歌不生 不信淡看 寒江流啊 一遇春风 知知心 所以明白这些道理呢 家庭也能够活选 夫妻一定能够幸福 谢谢老和尚开示 告诉大家 在家庭当中 最重要的是互信 有了信赖感呢 才能同心协力 共同去经营一个家 现在呢 再请老和尚为大家开示 在一个家庭当中怎么做 才能达到理性的沟通 来共创美满的生活 尤其什么是理性的沟通 请老和尚为大家开示 所谓理性就属于智慧 理性呢 就属于能力赐地 先后真卑 所以 中国啊 有一句名言呢 天无二日 明无二亡 就是说 做一件事情呢 总是要有一个同意 要有一个人做主 这一般人呢 都是这样 民主 这样平等 其实俯留了这个能力 真卑 那不是说是 不可以讲平等 不可以讲平主 而是一个原则 像我们福建里面讲 人人啊 都有福信 人人都能成福 这是本距离啊 你福心现在当中有五名 你还没有进化自己 还没有提升自己 你的指挥 你的技能 你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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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子就是不平等 所以平等呢 是在根本上的平等 每个人都有人格 发力之前是平等 人格是平等的 所以家庭里面一定是 有一个是做猪的人 成为猪人 这种猪人 第一个要有智慧 第二个要有德行 第三个啊 总是要有冤见 要有一种能力 不管是太太也好 不管先生也好 自己彼此之间 要有一种美气 要有一种美人 如果有了这种观念呢 家庭里面自然而然呢 就很和谐 在我们附近里面 也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对夫妻啊 刚刚结婚 这对夫妻 邻居对他们 都有很大的好感 所以在结婚的时候 送了很多礼物 大家都在享用这个 最好吃的啊 这一种啊 是面病 夫妻吃 彼此之间 一个一个一个 到了最后 只剩一锅了 这一锅怎么吃呢 先生说 这一锅应该能懂我吃 我是一家之猪啊 太太讲啊 我家里面呢 是很辛苦 所有一起大大笑笑啊 里里外外的事情呢 是有妻子在负责任 这个大病呢 这个好的病呢 应该属于妻子吃 就是他们两夫妻啊 彼此之间呢 产生了争执 究竟那一个词 没有一个原则 相争补下 而这位先生呢 就出了个主意 他说我们多想吃啊 我们呢 一个游戏规矩好了 我们坐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大病 大家呀不能降化 降了化 你就失败了 这个大病呢 就归那个不降化的人来吃 大家有定了这么一个条件 把病就放在桌子高头 仔细啊 就美美的坐在那边 到了晚上啊 忽然小偷来了 这个小偷看到那样 夫妻美美的坐着 因为是在大口睡了 就把他的家庭的东西啊 就一个口地搬 一个口地搬 其实他们两夫妻啊 并没有大口睡啊 而是为了想吃这个病 恐怕一降化的时候啊 自己啊输掉了 不能吃这个病 结果这个小偷啊 看到两夫妻真正睡着了一样啊 但是越来越大 把家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啊 快都搬光了 这个太太和人一讲啊 哎呦小偷啊 这个小偷啊 听到有人一讲 马上溜掉了 这个先生在旁边 觉得哈哈大笑啊 你现在已经输掉了 这个大病呢 就能到我来吃了 那么我们想一想啊 这个就是夫妻之间呢 没有协调啊 没有理性的协调 因效事大 为了这一点点争执啊 差一点呢 就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在我们佛法来讲啊 就是彼此之间不向上下 一勾止 每个人都有一个执着 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 不知道仍让啊 所以夫妻啊 除了情感以外啊 必须还有一种理智 理智就是一种智慧 在我们佛法也讲啊 有事有利 如果只有事啊 增加一些烦恼和无名 如果只有利啊 而没有事啊 做一件事情呢 都是自上谈病 到最后是落空 夫妻之间 除了情感无知生活以外 应该彼此之间 要在理性上啊 彼此的沟通 夫相只有成就啊 家庭呢 彩绘是活活 所以故人呢 你这么讲啊 有利啊 周遍天下 武力是称步来行 所以夫妻啊 是最好 要在理性上 彼此之间的沟通 一个是 家庭的能力 赤地相互真卑 所以这样子来 这个家庭 一定是啊 重归重矩 家伙万事性 谢谢老和尚 为大家开示 所谓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年 夫妻相处呢 是需要很大的智慧 夫妻之间如果有争执呢 也需要忍耐 忍一时气风平浪静 退一步路呢 自有峰回路转的盛景 千腿里让 才能赢得彼此之间的尊重 今天非常感谢老和尚 为大家开示 同时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何家幸福 自在崩崩尘 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